诗篇第106篇 神慈爱的管教 诗篇作者以赞美耶和华的祷告作为开端 感谢神对以色列 他的掌上明珠的慈爱和永恒的爱 尽管他们与耶和华的关系 在他所立的约上有不忠 以色列人貌视神对他们的爱 并在叛逆中选择效仿外邦的邪恶 并敬拜他们的神 然而神不会允许他的子民设谋悖逆 第43节 神因热爱 他用艰巨的苦难来管教他的子民 以阻止他们走上罪恶和罪终审判的道路 希望以色列民从而悔改 得到宽恕和回复与神的关系 同样 神也慈爱地管教今天的信徒 他们应承认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而被分别为圣 归以他作为他的宝贵财产 但他们却仍坚持犯罪 神圣的管教是为了让信徒 从叛逆转向顺服 并在神圣和灵性上成长 以荣耀神 从而获得永恒的益处 神管教他所爱的人 那些忍受他管教的人 如同他的儿子和女儿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七节 愿神的子民和诗篇作者一起期待 当神最终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时 我们将在神面前享有喜乐和荣耀 诗篇第10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借你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们做了孽 行了二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然而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存留 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等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兴 在荒帝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击杜伯西和耶和华的圣泽亚伦 地裂开吞下大滩 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他们在和列山遭了牛赌 叩拜诸臣的像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忘了神 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寒地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畏的事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他们又貌似那美帝 不信他的话 在这节帐篷内发渊言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他对他们歧视 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 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与巴利皮而联合 且吃了祭死神的物 他们这样行 若耶和华发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那时 菲尼哈站起 刑罚恶人 瘟疫这才止息 那就算为他的义 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他们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和华发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灭绝外邦人 反而他们混杂相和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留无故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这样 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 增耳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辅在敌人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射谋悖逆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 然而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疾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在反掳掠 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邦中召集我们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根骨直到永远 愿众名都说 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仁慈的神和慈爱的天父 被你所爱是多么的美好 你将美好的恩赐 赐给所有属于你的子民 你用爱管教他们 不至于把他们丢失 愿你持续以爱和恩典 完成你在我们身上 一切的善功 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这样祈求 阿们